聽到門鈴響 CC馬上提醒旁邊的小靜 就是導龍犬的工作 在導龍犬的推動下 在以台灣來說的話 目前為止沒有那麼多 那現在立法通過之後 相關的協助權都是可以的 對於我們日後的一些 比如說我們要推動導龍犬的部分 或智商輔助權的部分 我們在外的一些訓練的話 也會比較便利心 導龍犬是工作犬的其中一種 協助聽不到的人士 在生活所需上聲音的警示 這一次陪伴導龍犬的是 生長學員小靜 其實這也是課程之一 狗狗的陪伴或者是一些 轉移的布偶 可愛的娃娃的部分 菊英在這半年下來 尤其是天氣變化非常明顯的時候 其實菊英的這些情緒就逐漸穩定 這群工作犬是為了要幫助 聲音障礙的朋友 讓或者是一些不方便的朋友們 那其實就像我們的孩子一樣 他們生命當中也有一些不方便 那其實透過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他們有更多不一樣的體會 34歲的小靜在互動間 感受得到他對工作權不斷觀察 也努力調整自己動作來配合 因為精神和心智上的障礙 小靜不善與人溝通和家人也是如此 透過體驗 小靜不只拓展了對生命的認識 也從中發現自己的潛能 提升獨立生活的能力 大家新聞主動消防術評論報導 謝謝大家 至今